现在第一步我们检测并获取我们的实像头 第二步创建一个预览类 第三步创建一个预览的布局文件 第三步我们已经完成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第四步 为我们的拍照设计一个监听 这里 为了接收到一个照片 我们可以使用我们CAMERA提供的 TakePicture API 这个API它有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呢都是用来从我们的线头接收数据的 为了接收一个DPEG格式的数据呢 我们必须实现一个CAMERApicture 这个接口来接收我们的图像数据 并且把它写到一个文件里面 这下面的代码呢就展示了一个基础的实现 那怎么去存储一个图像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mypicture mypicture呢就是我们的picture callback 我们这个类型的pickback 应用了一个接口 然后把它这个caback 把它这个卡数覆盖 在里面实现了什么呢 首先获取一个文件 一个picture file的文件 判断如果这个文件没有获取成功呢 就直接你看 如果获取成功呢 我们就试着把我们从CAMERA接收到的这个DATA 给写到这个文件里面 最后把这个文件关闭 又实现了 从我们的相机接收数据 然后把它写到一个文件里面保存下来 这样我们先 把这个代码 copy到我们的代码 这里 直接我们把这个包 导入一下 你看这个导入的话 在我们的IFT里面有快捷键 我们的Ctrl-Shift-O 出去分一下 这里我们的TED 放进这个TED 然后把它改革类型 这里我们的Fk 我先去看看 我先去看看 这里提示我们这个函数没有定义 这个我们暂时相根管它 待会我们就会把它定义 这里呢 这个有个错误 我们就暂时把它定义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实现了一个我们的picture callback这个接口 然后呢 我们就为我们的拍照把这个监听给设置下去 怎么设置呢 首先 我们通过我们的fandom view by id 首先找到我们的capture这个button 然后呢 透过调用我们的setunclicklistener 去把我们的监听设置一下 就假如说我们这个button被按下的时候呢 就会实行到这个里面的unclick 在这个unclick里面呢 那我们就借用一下我们camer的picture这个API 然后把我们刚刚实现的picture callback这个callback接口给设置下去 一旦我们的拍照完成了 就会通过我们这个mypicture这个picture callback这个接口把数据给我们传递回来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把它新建一个文件把这个数据给写到里面包含下来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下面我们同样直接代码给copy过去 我们就位我们的发展按钮是这一个天机 怎么样我们cntrl7o导入一下我们的o 下面呢是文怎么去录像 这个呢 我们就再次先试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下去试试看一下 这是路线相关的 我们先直接把它跳过 最后呢 当我们拍照完成之后 退出成效时候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相机资源给释放掉 怎么释放呢 在我们的unput里面 release camera 判断如果我们的camera不为now呢 就直接执行一下我们的camera域里面的release 然后把我们的mycamera称为now 那我们就 加一个我们的unput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直接 给释放我们的相机 如果我们的相机不为now 把它给零指标 这样 我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它的六步 第一检测并获取我们的相机 detect and access camera 这里是检测我们系统有没有相机 然后呢如果有的话 我们获取这个相机 第二步呢创建一个预览的类 这个类我们创建了我们的预览类 在这里边呢 我们实现了这个surface holder的扣别函数 当我们的view发生变化呢 就会相应的扣到我们这里边的几个函数 比如说我们的surface view 这个ui被创建了 就会扣到我们的surface created 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就用我们camera的subview 把我们的预览给获取 显示出来 我们的subview destroyed 我们的subview 清理的 就是我们的ui发生变化了 都会扣到我们这里 这里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操作 来实现我们所需要的功能 然后呢 创建一个预览的layout 那我们也在我们的layout文件里边 通过一个frame layout 这个真布局 这个真布局里边呢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开放activity里面的代码 new一个surface view 然后找到我们的frame layout 把我们的这个surface view 参加到我们的frame layout这个容器里边 到时候我们的surface view就可以接收到来自升降头的处具 并把它显示出来 这里我们完成了去显示一个视像头的数据 也就是我们开启我们的摄像头的预览 预览之后呢 就是怎么去实现拍照 拍照呢 我们就需要为我们的摄像头设置一个监听 什么是监听呢 通过我们的pixify callback这个接口 在这个接口呢 里边呢 我们涂盖了onpixify这个函数 把我们从摄像头接收到的数据写到我们pixify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第五步我们的capture and seal file 怎么去capture呢 我们在这里为我们的按钮设置了一个onclick点击时间的监听 如果有检测到这个按钮被点击了 会带用到我们这里边的onclick 然后在这里我们调用一下我们相机的tick feature这个API去完成一个拍照 最后呢 用完了相机呢 就是对相机的一个释放release release呢 我们在我们的onpose里面 直接调用我们的camera的release 这个 就是我们实现一个简单的相机应用程序 从预览 开启预览到拍照 最后 释放我们的相机资源 大概的一个过程 这里呢 还有一个getoutputmediafile 怎么去获取一个文件 这个函数我们没有给你 下面我们就把它完善一下 这里呢 官网直接已经给出了一个它的实现 我们就直接把它copy过来 这些细节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来看一下 导入一下我们设计的包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哦 这个是录像相关的 我们这里呢 就没有用到 也把它给去掉 下面呢 我们就运行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看一下最终的情况 我们的程序运行起来之后呢 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 这就是我们的预览界面 然后这是一个拍照按钮 我们点击可以去拍张照 这里呢 有个问题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官网给的我们这个相关的代码 我们把它给写到一个工程里面之后呢 它拍照之后 它这个画面就会停止到这个界面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unpick这个函数 也就是我们拍照完成之后 会被毁掉的这个函数 在这里 我们把我们接收到的数据 写到了一个文件里边 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调用一下我们的 CMAR提供的 Stars图示表 这个VPI 把我们的预览界面重新启动一下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相机有两个模式 第一个我们的VSD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我们的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nondis USB VSD模式下呢 我们的预览和我们的拍照 是可以同时运行的 也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 不需要停止预览 我们的nondis SD呢 也就是 在我们拍照的时候 会把我们的预览给暂停 这时候 就需要我们在拍照完成的时候 要用我们的start preview 把预览重新启动一下 好 好 这个地方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在最后呢 我们就来 再来 梳理一下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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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了我们 我们 提供的 哪些API 首先 在我们 stack and access camera 也就是我们检测 并获取我们的 写箱图的时候 用到了我们的 open 然后 在我们的预览 创建一个预览类 然后把我们的预览界面 给显示出来的时候 我们调用了 start preview 就是在我们的 camera preview 当我们的这个 sircute view 这个界面被 创建的时候 这个 后背函数 会被遮到 然后在这个 扣片函数里面呢 我们就要用我们的 start preview 把我们的 画面给显示出来 然后呢 我们的预览的画面显示出来之后 当我们点击我们屏幕上的 按钮的时候 我们通过 调用我们的 dip dip 这个 camera的api 去拍一张照片 然后 最后 当我们使用完相机 释放的时候呢 我们又去调用一下我们的 release 把我们的相机给释放 相应的 我们拍完照照片的 获取呢 我们还用到了我们 camera提供的 picture cuteback 这个机口 这里start preview 对应呢 还有我们的 start preview 等等 这些 可以看到 拍照 这个picture 开始 显示预览的画面 发 preview 本来 这些东西 都是些很复杂的东西 但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通过 就要用我们的 anthread 给我们提供的很简单的一个接口 api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功能给实现了 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 实力所API 上面API的一个使用的基本情况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00 2000 6 100 10 CP C